为什么清政府在最后六年间的改革却加速了自己的崩溃? 文少,见清政府垮台于1911年,吉辛汉年,从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他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, 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,可见于梁启超的行文, 夫处使我百业拒失无所依实者政府也,夫处使百物腾勇至我终碎勤劳, 而不得养居父母者政府也,夫处使我一粒一缕之绪迹,皆是力须之难所者。 政府也,夫处使盗贼充斥至我鬼客不能及安者政府也, 这样的政府非道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是筹谋亏番, 然而清末立宪派给他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及立宪, 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纯之路事实上他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, 但由于他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得送在他自己手里。 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, 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满清, 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之外, 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, 梁氏是体制外人, 他的语言如果转换未清政府的官方语言, 就是政治改革, 此改革以立宪为指规, 用梁氏的话表述就是, 政治革命者, 革专制而成立宪之位也, 从专制到立宪, 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, 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, 晚清政府迫不得已, 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, 即一九零五年派武大臣出阳考察宪政后, 于一九零六年九月一日, 宣布预备立宪, 这不妨可以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, 那么从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一年, 清政府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间, 都做了些什么呢? 慈禧太后, 一九零六年世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, 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, 九月一日的, 圣玉, 班下, 四数年后规模出具查看情形, 参用各国惩罚妥义立宪, 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, 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, 其中不乏顿词, 如同在玩时间游戏, 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的不愿意, 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他无从料极历史,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六年的多拖, 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, 实在日本的梁喜超, 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威的信中说, 格党现在在东京战绩大致势力, 万余学生从职者顾万前省预备立宪照下其, 鸡绍兮及改革官制, 有宁无实歧视一章, 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奇迹绍兮和歧视一章。 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正改性质的预备立宪, 时即使是革命一方歧视投意不免, 绍兮, 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威夷, 毗里扬秋时, 比如只是把个部制动来动去, 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, 一章, 这说明改革可以遏着革命改革, 进一步革命退一分, 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, 因此清廷没有真正立宪, 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。 1907年客观地说, 因为指责清政府假改革, 也不供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, 派了努力这些都逼使他要调整自己的动作 基于被立宪后1907年有两道兆, 书不应忽略一事九月二十日, 预备成立资政院的预旨, 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, 一时未能成立基宜, 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, 这是朝廷正改的一大动向。 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资政院提英美议院的前身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兆, 前经将指于京师设立资政院, 以数议院期处但各省已经有采取舆论之所, 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资议局, 这各省都府军在省会速设资议局, 筹记地方治恩并为资政院处财之间, 对于这两道诏书。